说好的渐入佳境 怎么偏偏就low了他 庆余年二 经过凯波急迫记录 中途因为剧情不连贯 口碑有些下滑 最近回春的一波三折 目前已进入要CP有CP 要演技有演技 要热度有热度的白热化状态 据火乐当然有人能吃到红利 比较显著的有负心博 他饰演的大皇子 在剧中跟毛小彤饰演的 北齐大公主是一对CP 因为腹黑大灰狼X 北齐垂尔兔的设定 以及两个人之间的CP氛围 一夜之间喜提3000CP 粉腹心博的口碑 也实现了大反转 被考古演技得到认可 还拥有了一批愧疚粉 总之就是一个 沉渊得雪的大动作 不过同样是 新加入庆余年二的金晨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一点红利没吃上 光忙着挨骂了 说他顶着这张脸 演古装剧出戏 脸背质疑 演技甚至是全剧最差 还背上了几亚小演员 生存空间的骂名 这场风波要从幻觉说起 庆余年有个角色叫叶灵二 她是武将之女 受贾里人影响 打小痴迷于武学 性格直率莽撞 但仗义侠气 是女主林婉儿 李沁饰演 贴心好友 第一部的叶灵二 由演员韩九诺饰演 性格爽朗 含后耿直 处处为好友林婉儿着想 演技虽说 没有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但胜在贴脸 看着真诚自然 让观众能够自然而然地相信 她和林婉儿之间 存在着深厚的情谊 但到了金晨这 得闺蜜变迪蜜 坦率变心机 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 真就这么差 往下看 演技是被诟病的原因之一 最久这场戏 原本是能让人 可起CP的片段 变成了一本正经的几眉弄眼 手靴的身形 也与侠女气质有所出入 丑丑她这魔刀的架势 无力 懒散 漫不经心 看起来像极了临时工 念台词时 倒也没有五官乱非那么夸张 但整体状态引起了质疑 几乎只有这一个表情 长相现代与古装 不适配先不说 过于瘦削的身形 怎么这也想象不出 她是习武之人 网友蜡评白来个谁家 资小习武的匠门狐女 岂使来惊啊 原来那位会为好友 两类插刀的侠女 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看起来对好友有些防备 有些心机 难以较心的表面朋友 默睹了金晨的演技后 有人开始怀念起 迪补里的叶灵儿 剧事演者 韩久诺的评论区 底下留言鼓励她 剧里的范贤 因为一句人人都在说的 死得不过是个护卫 愤怒不已 而剧外却是一幅 换得不过是个配角的光景 讽刺至极 网友翻出了韩久诺 与开播前对幻觉遗失的回应 他说 我当然也失落过 自责过 觉得是不是自己表现得不够好 不够成熟出色 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 我就是我呀 我很好呀 简介里那句 小北漂 无公司 无团队 更是将这场幻觉风波推到顶峰 怎么看都像是资源丰厚的演员 通过抢资源 挤压了小演员的生存空间 同一个角色换人试验 经过一通对比 引起争议无可厚非 但未必使金晨的主动抢夺 有网友爆料 韩久诺没办法蓄演叶灵二 是因为他跳槽到对家的竞争公司 庆余年剧组自然不可能找他演 角色没人演 当然先从自家一人找起 而金晨的经纪公司心理传媒 就是庆余年第二季的制作公司 还有人批评韩久诺明明有经纪公司 却将个人简介加注五公司五团队 挨轰他此举非常绿茶 出品人侯晓南在采访事业说 加入一些新的主创演员 会让剧集变得更有新鲜感 只是幻觉追逝 演得好与角色适配才是锦上添花 反之只会迎来衬托前人 自己翻车的局面 不过目前演技被指责一无是处的金晨 不是没有过亮眼的角色 他在自己的第一部女主剧《五星法师》中饰演的月牙 自小穷苦却淳朴善良 被生父和后妈频频虐待 选择离家出走 却会在途中给需要帮助的《五星》 韩东军誓演分给半个窝窝头 两人因此结缘开始搭伙过日子 于是《五星》在外驱邪阵魔 他在家里操弄家事 把整个家打理得井井右条 金晨把角色里的傻气和勇气 拿捏得恰到好处 从初见时透着傻气和疑虑的目光 到向爱时眼神中难愿的爱意 斗嘴时的灵动和言语的淳朴 即便受伤 流着血也要等心上人苏醒 这样的人设和故事 都为金晨附上一层滤镜 由于前一季月牙下线 第二季换了女主 续作开播时 还有不少观众 将金晨和第二季的女主做对比 对他饰演的月牙念念不忘 但这样的滤镜 似乎没有延续到他后续的作品中 年初那部年代剧《南来北往》 金晨在其中饰演女主角马艳 同样纯真善良 受到父亲期望的限制 非但没有复刻无心法师中的荣光 还被人设不完美 有些虚荣的女二姚玉玲 将燕饰演抢进了风头 一方面是角色人设的平淡 相比之下有所挣扎 有所企图的姚玉玲刚有魅力 另一方面被诟病的当属 她和年代剧不适配的长相 让人觉得出戏 在了不起的女孩中 金晨饰演的沈思怡 飒爽 干练 大方 不管是工作还是感情 都不拖泥带水 和陆克里一同饰演的情谊 还掀起了科他俩CP金童玉女的热潮 剧方也是以双女主作为宣传的 吸引了一批双女主受众 但在播出后 观众才发现双女主式的噱头 实际上还有第三位女主 以及一些过时的感情戏 让观众对这部 伪百合剧骂声不断 还牵连到女三的饰演者陈浩兰 毕竟宣传期就已劝退了一批 肥双女主受众 播出后发现是诈骗 赶走了双女主受众 口碑下滑 情力之中 不过女三挺无辜的 人世戏的时候 导致的就是三个女孩的成长故事 前两年影视剧 刮起一针姐弟恋风 金晨和王安宇在赤道里也演了 但反响平平 原因无他 两个人的气场差距实在太大 甚至有点姐姐照不好大儿的既视感 近几年中 唯一让金晨提升口碑的 或许只有这部孤注一致 在影片中 金晨饰演的梁安娜 表面是在线发牌的性感核观 实际上是被诈骗集团虐待的受害者 一个性感媚艳 一个面黄肌瘦 其实跟本人还算贴合 诈骗夹犯罪的题材 让孤注一致成为了去年暑假当票房冠军 只是这份加成 似乎没有夹到金晨本人身上 形象是贴合了没错 但工具人的人设 加上电影本身的单薄 观众对电影和金晨的评价都不太高 会看这几年 比起影视作品 给金晨加成最大的反而是综艺 搞怪爽朗的性格 开口就是小节目 在综艺女儿们的恋爱里 她和张继科约会的片段 是不是就要被翻出来回味一番 直率的性格让她装不了一点 第一次见面 张继科还在客套咱俩就像认识好几年一样 这姐直接一句你跟我搭就是的 把人对到避卖 聊天的常用具是你闭嘴吧 贴心问候是 你这脑子是怎么长这么大的 看不惯的地方当场拆穿 约会时发现张继科只点了个蔬菜沙拉 她一整个大震惊就完事了 顺便送上一句来吃草的 哥 两人上灯上热气球观景 张继科一句沉沉 把金晨哥登到一秒垮 满脸写着 我独美别来沾边 妥妥的烦叫达人 吃饭的时候更是无所顾虑 一口能吞下十个小孩 说她约会环节不注意形象 借一句瑞评 区区几个男人还能耽误我吃饭了 又是喜粉现场 一种世上没有我在乎的人的心态 闯荡娱乐圈 每一次开口都是名场面 直播展示粉丝给自己送的双人预批 大胆开卖 就是貌似有两个脑袋 然后你可以和你的对象套在同一个皮里 说完以后察觉到不对劲 紧急闭卖 不过金晨似乎成也活人感 白也活人感 直来指望率真耍爆的性格 在不合十一的时候会招致骂名无数 2022年 一张COS卡塔尔王子的照片 导致了他口碑的全面翻车 当时正值世界杯 一组卡塔尔王子的搞怪动途火勒 被网友们二创作成各种表情包 微博甚至为他创建了超话 邀请本人空降互动 但在完更的背后 是卡塔尔被忽略的女性们 时至今日 卡塔尔依旧在实行一夫多妻治 女性在当地毫无地位可言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位女明星的公开下场玩梗 可见会引发多少争议 有网友在转发区科普 风波过后 他只是回应了一句 人类何必为难人类 心直口快的性格魅力 在这时难以奏效 让金晨陷入争议的 还有可气感这点 有人找出他就是模样 只认他面目全非 截图他歪嘴罩 不过姐还是那个姐 直接附上白眼照片回应 如果有一天我嘴不歪了 我还不喜欢了呢 被质疑鼻子透光 他又说能呼吸别操心了 不管怎么说 长嘴的艺人 还是会比不长嘴的艺人有魅力 性格也一直都是 为金晨带来好感的原因之一 只不过这份科技感 还是影响了他的一些作品 精致美艳的长相 在现代剧里 遇上适配的人设 不会让人觉得突兀 但到了一些特定的领域 比如年代剧 古装剧 就会出现让人出戏的时刻 与其说是演技差到拿不出手 倒不如说太不贴脸 不适配的情况下 在怎么努力 都不如孤注意志里 一个回眸来的经验